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高 好台积电的工程师已经飞到美国了 那台积电这个DP的这个设备 那在这个昨天也开始这样抵达美国 亚利桑那了好这个利多 在今天的报章头条是这样登出来了 好那拜登也共襄胜举了 那结果呢 结果在今天台币股市的走势却是怎样 好开低之后走高 在台积电的股价拉高的同时 大盘也跟着冲高 但是最后台积电却还是收跌了三块 今天的台币股市呢 也因为这样子的这样油红翻黑 最后是这样持续下挫了98点 好这个收在14630点 成交量是2473亿元 这地方的成交量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那对这个大盘跌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 接下来要怎么解读 好那我们待会都会告诉大家 好首先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的股价呢 在昨天是怎么样 在昨天是最后一盘有这样大单用力敲 这个差太多了 这个一叉叉了7块 好了今天这个好不容易开低走高 最后收盘又是下跌 对这种走势 这连续两天的卖压 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出来 就是很强 就是很强 那这个地方的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到底是获利下车的卖压 还是刻意要压低进货 同志们这两个问题不一样 一个是怎样 卖股票 一个是怎样压低进货 那下跌的就是这样 有人刻意要去买进 好你还没有想通的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讲 今天台币股市大盘是怎样 下错了对不对 连续两天下跌了对不对 但是你看一下外资在今天买进了这样 5012口的期货 这是一个期货多单进多单 好了以这个未平仓的角度来看呢 累计已经到这个月是怎样 7134口 换句话说这7134口有5000口 是今天才买进了 好今天两天第二天的股市下跌 台积电用力卖下去的情况之下 好外资是怎样用力买了5000口 哪位平仓是7000多口 拜登站台这个力多 同志们讲到底要怎么来解读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下跌 你要站在买方还是站在卖方 买方还是卖方 好同志们今天爆章头条 我们就这样把这右下角 最后一段内容把它放大 放大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解读一下 我来告诉你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重点说这个台积电总投资的 这个金额是这样400亿美元 那这第一座的这一个厂 会在2024年开始生产4nm的制程 那第二座的厂是在2026年 会开始生产3nm的制程 好接到这个地方 两期工程完成之后呢 合计年产超过60万片金元 那终端的产品市场的价值呢 预估会超过400亿美元 哇投资朋友 400亿美元呢 这是怎样 这换算成目前这1比30块的 这新来币来讲 这个地方是有这样 1.2兆的这样 营收耶 1.2兆的营收耶 这市场的这价值高达1.2兆耶 那1.2兆要怎么来解读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的股价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看得到吗 台积电看得到 来看一下这营收 你看一下他们每个月的营收 在今年的1月份 这一个1721亿 在今年的这个最高点 这营收最多的时候是2181亿 那在这10月份的时候是2102亿 换句话说呢 这加加减减平均值 大约就我们就算2000亿左右了 就算2000亿啦 可不可以 可以啦可以啦 2000亿好像有点 有点多了一点 好没关系 我们就算2000亿 那如果他的这个金元 在2024到2026年这个时间点 好那年长60万片的金元 那终端产品市场的价值呢 预估超过400亿美金 换句话说每个月会怎样 多出1000亿新来币哦 好400亿美金换串新来币是1.2兆 1.2兆除以这样 除以12个月就是每个月会多出1000亿哦 这多出1000亿的这一个营收 投资本再来看一下 2000亿增加1000亿是怎样 增加了50%哎 哇投资本在三年后的台积电 这个不可限量哦 你自己思考一下 自己思考一下 那到底要站在买方还是站在卖方 另外一个你会说老师 啊他这个金元 卖出去的金片卖出去 营收这么高 那还是要摊题啊 好这两期的工程 一个是4奈米的这个金元产 一个是3奈米的金元产 好那投资料我告诉你 400亿美金啊 400亿美金是总投资额 那他在这一个年哦 年合计年产这样超过60万金片 金元 60万片金元 那在终端产品市场的这个价值呢 超过了400亿美金 好那你自己思考一下 哎 这个没切过来 这个 这张图我切过来 再重讲一次 好这地方你看一下 总投资额是这两座厂 金元厂 400亿美金 那在这一个终端产品市场价值呢 预估超过这样400亿美金 投资料 你投资400亿 那一年的营收就回来400亿了 那你要担心这个摊题吗 你要担心这个摊题吗 好那现在重点是这个地方 重点是说 这个新闻稿的内容说 他说超过60万的这个年产的 这个金片 金元 60万片金元 这个基本上 这样子讲就好了 一年超过60万片金元 那这地方是终端产品市场价值 他所谓的终端产品市场价值 是说这金片销售出去 到这个电脑组装 或者在其他的这个手机上面 这个组装 卖出去的这个产品价值是400亿 还是 就是这60万片金元的 这个价值就高达400亿 好同样如果是这个价值就高达400亿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第一个投资400亿一年就回收 摊题就不用算了嘛 根本就不用搞嘛 对不对 很快就赚钱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他的营收 一个月2000亿左右的 这样营收 每个月现在会再这样 三年后会这样增加多一亿 多了1000亿 就多了这样50% 哇那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好那这个角度的话呢 就吓到大家台积电飞买不可 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他说终端产品 好这个地方的终端产品 他如果定义的是说 组装好的完整的一个产品 电子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要来看 这电子产品上面的这一个 CPU 这个晶片 这个地方 那这个产 这个应该什么 他的比重 应该说价格上面 成本上面的这个比重 到底会多少 好如果照过去来看的话呢 应该都有大约是20%左右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算的话呢 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呢 基本上要这样 五年就可以回收了 那这五年回收 那如果再以这个营收的角度来看 这地方再这样 除以五 再除以五 再除以五的话呢 就是这样 一个月又会多了这样 多了200亿元的营收 那这样子也是蛮厉害的啦 那所以呢 这对于这台积电的角度来看来讲呢 不管你是怎样来解读 我会告诉大家 东近到美国 当然是一个利多 当然是一个利多 以这个营收上面的角度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而在前几天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当巴菲特买进台积电的股票的时候 他是暗示着大家台积电可以接到美国的大单 那美国政府的订单肯定也是肥单 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今天的新闻就直接告诉你 在2026年三年后 现在应该三年后啦 明年就2023后 345 2026就是三年后 三年后的这个台积电 在美国的这两座金元厂 可以这样年产超过60万片金元 那这一个市场价值 这中端产品市场价值高达 400亿美金以上 吓死你吓死你 所以台积电 到底要不要买进 到底要不要买进 当然要买进 当然要买进 你会说 是我好不容易解套 那我这个地方卖掉了 我要不要再接回来 答案 答案肯定是要 答案肯定是要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盘的这个加权指数的这个日K线 这个日K线呢 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我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下周一的行情呢 有关的这个修正幅度大小 那当时呢 这条上升趋势线并还没有被跌破 那当时我也暗示着大家 在这一个星期一或星期二 就会有机会来跌破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星期一并没有跌破 昨天应该说前天啊 这是星期一 前天没错 好前天啊 这个地方并没有跌破 昨天 前天 OK 好 讲到有点怪 好 这个地方是前天 没错 今天星期三了 这前天这一根道梯红色的这个T字K线 并没有跌破 那昨天才跌破 好 那这条上升趋势线 那这个跟前天跌破 跟昨天跌破 哪里不一样 我说过了 同志们这是我会员朋友的权益 同志们这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在今天这股价上面呢 又冲高流上影线 收了一个小的黑色T字K线 好 连续两天跌破之后呢 是连续两天的下跌 这成交量并没有爆量 也没有急速的量缩 这地方还算是一个平稳的 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是这样 获利卖压 我昨天已经有跟他讲得很清楚了 第一波过年前的第一波的获利卖压 会在这地方出现 昨天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因为接下来要怎样 美国FED历率节奏会议 美国圣诞节 好那接下来这样 下个月就只有半个月左右的交易时间 就要封关了 所以 法人肯定要怎样 秤高 秤好的时候怎样 秤有利多的时候 卖股票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 这一个地方是怎样 低波卖股票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我们又昨天也跟他讲过 来自于什么 政府 来自于外资 这两个最大咖 因为他们在这两区买最多 好买最多的人 在这地方卖股票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以啦 好不好 但是呢 卖不光好不好 卖不光 好那在今天的这个新闻的信息上面呢 瑞银说 预见 四个熔景台股 明年会冲万九 好那这个瑞银 在过去的这一个市场上的 这个分析看法呢 预期 基本上都是失真的 失准的 好过去都不准 那这次会不会准 同志们 你认为这一次会不会准 他说明年要冲破18619 要冲万九 再创历史新高 你觉得会是真还是假的 好同志们 如果你认为是真的 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 那这刚刚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 台积电在这地方到底是 获利回档 还是压低进货 同志们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 获利回档 他有可能还会再低接回来 那如果是压低进货呢 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未来的台积电会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刻意的要这样压下来这样吃货 好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台积电到底能不能买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如果讲到大盘 讲到股市的话 那这地方 瑞颖又直接跟他讲 明年冲 18619 会冲到 199 好 我们先不管他准不准 我们先用这个角度来跟他解读 这角度是什么 这角度就是选举 这角度是什么 这角度就是政府现阶段的窘境 好那在这次921选举之前 跟921这个选举之后呢 最热门的一句话是什么话 下架民进党对不对 这个烂政府必须下架对不对 好 同学讲 这选举前跟选举后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热门 在政治的活动上面 这个肯定是怎样 现阶段这样 骂政府好像是这样 骂的对 骂的对 讲的对 好那我们民进党政府真的是很烂 到底哪里烂 好我们这个12月份的线上 投资展望的内容 我们对这个选举的检讨 基本上从这个国防 内政 外交 经济 这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内政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好那我们也不多说 我只会告诉大家 瑞银对于明年台北股市的看法 到底准不准 对不对 我们先不用紧张 也先不要下定论 但是呢 我们建议大家 请你用这个选举的角度来思考 那现在民进党选输了 民进党的这样 窘境非常的这样 急迫 为什么因为要很快就要讲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一旦产生之后呢 紧接着就这样 还没有要投票 总统大选还没有要投票 但是呢 这个总统的这样 选举活动肯定就要出现 所以民进党政府在这个时间点肯定要怎样 保护股市啊 如果不保护股市 我会告诉你 2024年的选举肯定丢掉 肯定选不上 不管现在已经有人外传 连这个高雄市长 这个陈其迈都可能会变成总统候选人 那不管对还是错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赖清德出现的几率还是比较高 那赖清德呢 这个即便出现 如果股市是下跌的 我会告诉大家 2024年肯定还是怎样 这样听得懂 看得懂 好 那在今年的台北股市呢 从这18619呢 杀到这个12629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过分的 这杀的已经是超跌了 原本我们预期的 大约是在这15800点 15600这个附近 这就会止跌了 但是呢 后面这一段多杀了 多杀了 超跌杀的非常深 今年921选举败选了 肯定就是应该的 因为股市的蜜蜜蜂 那一样的情况 一样的情况 面对这2024年总统大选 这个地方下架民进党的声让 肯定会怎样延烧 所以民进党肯定要怎样 保护股市啊 一定要站在 投资朋友的这一边 那该买的股票就要怎样 要冲上去 要拱上去啊 那不该买的股票也是怎样 不能让它跌 好不好 那请你一定要的思考一下 好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个看法 那你自己思考 到底对不对 见仁见智啦 那不过以我过去的交易经验来看的话 我认为 这个民进党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作为 好 那在这个股市下跌的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是跟美国股市有关 那美国股市呢 在这个走势上面 也是连续的下跌 那在这连续下跌呢 这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FEDDT决策会议 那最近的美国市场呢 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都是这样 都是 那好像感觉美国经济就是好啊 那这个为什么要降息 为什么要怎样 减缓升息 然后这市场就紧张了 对不对 好 那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经济数据的公布好跟坏呢 我认为呢 鲍尔常常讲话是算话的 好 他自己既然已经先预告给大家 12月份的这一个升息的幅度会减缓 我认为呢 这12月15号公布的这个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的内容 应该也是这个看法 应该也是这个怎样 决策 所以12月这个 12月15号之前 今天已经12月7号了 这下礼拜回来就12月15号了 下礼拜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面临这个问题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礼拜的下点 请你一定都要站在买方 一定要站在买方 因为12月份15号这个地方 利率决策会议肯定会这样 放缓升息 放缓升息 好 那台北股市呢 从这地方12629涨到这个地方 15152涨了2523点 涨了19.9% 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那稍微的压回 在这个地方再往下跌 可不可以 不行啦 跌太多了 对不对 投资票从这一波涨了2500点 还所中还有股票 没有完全的获利加写套 没有完全的写套 甚至有些股票根本没有涨到 对不对 对嘛 那这地方压回 不能压太深了 压太深就变成全面又要跌了 好那这地方可不可以轮动轮涨 区间震荡 可以 可以 好这地方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慢慢的盘跌 好那不可以 好那这基本上呢 我认为这股市呢 接下来应该走一个大区间了 他应该要整理个一到两个月 在农历年之前应该是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这个区间呢 到底会有多低 到底会杀多低 那就看这个这个12月15号 在之前会杀到哪里 不过我会告诉大家 就顶多杀这礼拜 这礼拜呢 今天已经星期三了 明天星期四 今天星期五 我认为杀到明天就已经有点过分了 基本上呢 明天再跌 请大家一定要站在买方的 好不好 好那这跌完要买啊 但是呢 接下来要怎样 又要圣诞节了 接下来故意要过农历年啊 面临第二波 谁要卖股票 丙总金主会在这样 农历年之前卖股票 所以这地方如果杀不下去 再往上反弹 上涨的时候 还是有人会卖股票 好 所以结论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杀下来要站在买方 但是上涨的时候呢 他会以个区间震荡 所以你要不要过度的追价买进 不要 不要 下跌站在买方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上涨呢 好那如果你觉得赚得够 就先获利下车 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觉得这价差太少 太小 那不想要怎样先卖续报 那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心 信心的这个股票呢 我们之前跟他讲过 ASP是怎样持续怎样走强的 所以ABF的怎样供不应求的状况 并不容易被解决 那对这个ABF宅板三雄的股价呢 我们先前已经跟他讲过了 那关键是怎样政府基金 过去一段时间这三间公司涨到这样非常非常的吓人 这个股价线路呢根本就怎样跟技术面没有关系 反正他就是要涨啊 涨涨涨涨 杀的时候也是这样 杀杀杀杀杀 我认为做的有点过分 但是呢 这都是这样政府基金的这个所为啦 所以这一波 如果南电请搜新兴 ABF宅板三雄要继续攻高的话呢 我认为政府基金的角色还是这样很吃重 那因为他过去有赚到钱 他过去有赚到钱 这个产业呢又是持续这样 供不应求的状况 基本面还是很好 这三间公司的本益比其实呢 讲起来呢也不是很高 所以呢这一批人会怎样 会不会在进场再做一波 我认为会 我认为会 就这样子好不好 好那总而言之 今天这股价呢 是下杀的非常的凶猛呢 尤其是锦硕今天还放出一个利多 ABF这样待进 这几个字呢念出来就这样 就厉害了 但是呢股价却杀到跌停缩盘 这就有点过分了 就有点过分 这算是一个这样放利多 然后出货了 这个作手是谁 不用讲当然是法人啊 法人就一边买股票 一边登这样 登新闻啊 最会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一边有股票 一边是这样 一边放消息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做 因为他们有这样 有钱嘛 有钱打广告 有钱这样跟记者这样 好不多说 大家都听一听 知道就好了 好中而言之 跟他讲 今天即便杀到下跌 跌停啊 紧缩啊 ABF载板啊 南电啊 星星都重挫 请你不要过度的悲观 请你不要过度悲观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那这是星星的股价 日k线上面的变化 这边是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那这地方当然是有回不到了 那在今天用这一根长A 可以灌下来 这一灌下来呢 就这样回到这跳空缺口的附近 那我们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边画了一条虚线 这是他的价格关键价 那这是什么价格的关键价 是转强的关键价位 在155.5元之上 价格会偏强 会偏强 那如果155.5以下呢 这地方当然还是有支撑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支撑 那代表是股价会比较弱 会比较弱 好那在这一个操作交易上面呢 我还是跟他讲 如果你想要买 应该要趁下跌的时候 才买正 上涨的时候呢 不要过度的追降 那一样的放在南电的身上 一样这地方是一个用长AK给灌下来的 这边稍微再带一个跳空缺口 那来回补这一个跳空缺口 表现还不错啦 用长AK直接灌下来 我会告诉大家 这长AK是买点哦 怎么讲 今天明天下跌都是买点 都是买点 好那这地方有一个大的跳空缺口 会不会来回补 我认为不会 不会 为什么因为这边就已经补到了 所以这地方会不会再下来 我认为不会 因为这地方是一个支撑的一个平台 好 所以呢 请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这是新兴南电 紧缩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好那对于这个FASC宣布呢 这个增加旗下的持股 红海代工皮尔现身洛杉矶 那这辆车 感觉上就这样长得不太一样 感觉上就这样太骚包了 对不对 好FASC的这一个新车 这个基本上红海代工 对于红海的电动车的这个未来前景 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了 同学们啊 红海红海 请你千万不要忘记 我已经 我们影片稍微 lag lag太久了 OK好 那我们这个声音也是都有录到 那这个地方没关系 我们继续讲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会告诉大家 那这个FASC宣布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多说 我直接告诉大家 红海 过去呢 我们说过 苹果是怎样 被他推出来的一个巨人 因为他这样代工 实力非常雄厚 那苹果呢 就这样被推上去 现在成为全世界的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品牌 那未来电动车会不会因为红海上下游供应链垂直整合 因为红海这样做车子的技术非常的厉害 那又跟客户的关系这样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代工出来的这个产品品质好 那毛利率这样 虽然这样会有这样被压缩 那成本的这个 客户成本比较低 毛利率 红海的毛利率就比较低 但是呢 这讲来讲去呢 还是比这一个苹果的代工的毛利率还高啊 所以呢 这地方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未来红海如果会把另外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大主推上去的话呢 请你不要意外 请你不要意外 那对红海旗下的这股票呢 广宇 那最近的股票呢 非常这个股价火热 火热 火热 好 那在今天这个股价上面的表现呢 当然是持续下跌的 那在昨天我们说过了 这五盘之后呢 有这一个明显的获利卖压 这卖压比较强 那在今天呢 怎样 一开盘之后呢 一样的是往下灌 那今天的卖压更为凶悍 对于广宇 这支股票呢 我们还是跟他讲 从量价的关系来说啦 昨天我们今天也有跟大家讲过了 这地方的成交量呢 还要再大一点 好 这个上涨的时候呢 放量爆量 在这两天 这是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走势这样 马上急速的量缩 感觉上不错 但是呢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股价呢 灌下来 没有量 没有量 没有低阶的买盘 这个股价一有人卖 就容易大跌 就有人大 这个成交量并不大 虽然 感觉上很凶悍 但是以成交量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为什么会凶悍 因为低阶的买盘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呢 这地方呢 这个成交量还是不够大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股价呢 在这个交易上面呢 这个成交量还是要讲 有量 滚量的一个情况 要还 再继续的火热下去 才可以 好 那如果以周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那这我们放大 这个比较远一点 这是两年前的一个走势 这地方曾经大涨 17块一口气 涨到50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凶猛的一段走势 那很多人套牢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股价你从这边看看 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差不多 那再往上攻高 就会有一些这样 留上影线的套牢的卖鸭 要这样 卖股票 那要卖股票要不要换手 当然要换手啊 以这边的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这边的成交量 真的是这样 小屋见大屋 差太多了 但是呢 你不能这样子解读 因为他在这边盘整 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将近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地方的这个有很多 该卖的都卖了 卖卖卖卖 卖到最后没有人要卖 所以这个成交量往上涨了 当然还是会有 这个解套的卖压 但是呢 这筹码有没有算干净 有哦 有哦 因为他盘整的时间够久 盘整时间够久 所以这地方 这个成交量 不需要像这个地方这么大 但是呢 也不能差太多了 也不能跟这地方差太多 还是要再大 还是要再大 再大一点 最大一点 那我认为量滚量 这股价呢 就会这样再走高 这地方曾经有这样 有一点点 这个仙人指路的味道 这地方也是一样 有一点点仙人指路的味道 这地方的股价 我认为都会再来突破一次 都会再来突破一次 好 这是广宇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跟大家解读 这个地方 操作教育上面 基本上 基本上呢 就是持续看好 红海电动车的 这个这样 未来发展 好 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大同 今天股价呢 相对大盘是 明显的这样 抗跌的 那这个股价的走势 算是个平稳 当大盘下跌下沙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买盘还算不错 那在今天的这个涨幅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 今天的走势呢 算是平稳的 对于大同的价格 股价上面呢 我们就直接送大家一句话了 那年底大家都在讲 集团作帐 集团作帐 集团有很多啦 那到底谁作帐比较稳 看起来大同 看这个股价 比较稳 比较稳 好 拉回到大盘的角度来看 在今天台北股市 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这震荡呢 当然跟这个亚洲主要股市 变化有关 在今天南昂股市 香港人生指数 日本股市呢 都是偏弱的 那上海指数呢 也是在下午盘 由红翻黑 好 所以呢 整体来讲的话呢 今天亚洲主要股市呢 表现并不是很强 那并不是很强的原因 当然第一个跟美国FD 立地决策会的时间 快要到了 有关系 那市场会担忧 那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太好 那可能又要怎样 激进升息 我再讲一次 那这个鲍尔呢 基本上是说话算话的人 那过去到现在 那这么这么久以来 我们看到他所说的内容 那所以呢 我认为这一次呢 这12月份应该不会升三 应该是减缓升息 减缓升息 好 那这个股市呢 下跌呢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读 分析过了 那你要怎样 站在买方哦 明天压回 请你要记得 就是站在买方 为什么要站在买方 我们已经讲过了 也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 听说没有 基本上 基本上 股市在这个地方 涨了这样 2500多点 选股上面 当然会这样 会有问题 操作交易上面呢 当然会这样 会有获利卖压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压回呢 你会讲很难找到好的股票 那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支股票 就直接告诉大家 今年前三季是怎样 赚16.6元 这预估今年的第四季 今年全年 有赚21块的实力哦 有赚21块的实力 那你听这个EPS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这支股票 当然不是中低价的股票 它算是一档高价的股票 那这高价的股票呢 以这长期下降压力线来看的话呢 它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 我们看到大盘是怎样涨上去呢 跌下的时候是怎样 跌破了上升趋势线嘛 对不对 那这次股票是怎样 从这个地方突破了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那你再看一下这地方是怎样 107年108年109年110年110年111 在好几年的这个下降压力 在这地方突破哦 要不要赚 懂得怎么样 你自决定 想要赚就请你跟着我一起赚 诚挚的邀请你 加入我的会员 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赚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再讲一次 它并不是一档低价的股票 它算是一档中这样偏高的一个价格 好那有兴趣 电话拨通好不好 电话拨通 我们这02-2653-8299 02-2653-8299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 我们刚刚所说的内容 那同我的理念 投资面就请你帮我订阅 按赞跟分享哦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认同我的理念 请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投资朋友订阅之后呢 请不要忘记要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这样子我们影片上传之后 就会通知你了哦 好 好